NBA Gobert 染新冠肺炎爵士对发表声明 NBA做了正确的决定 由他爵士Rudy Gobert接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-19检测 结果呈现阳性 随后NBA立即决定无限期停止接下来的赛事 爵士对球团也发表公开声明 表示目前正和政府单位以及NBA密切合作 而该名球员也正在奥克拉和马接受隔离观察中 以下为声明全文 今天早上由他爵士的一位球员接受了流感 练球均性咽喉炎 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的检测 不过结果都是成阴性 随后这名球员的症状见趋缓和 然而为了谨慎起见 并且询问了NBA的医疗团队 以及奥克拉和马的官方医疗机构 决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-19进行检测 而就在对雷霆的比赛开始前 检测的初步结果呈现阳性 随后NBA做了正确的决定 就是将比赛延期 当我们决定要针对某一个球员进行检测时 就马上通知了联盟 我们的球员 球团的员工 以及整个联盟和可能受影响的人 大家的健康跟安全 是我们讨论的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目前跟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 奥克拉和马以及犹他州的政府单位紧密合作 NBA也会根据接下来的讯息 考量下一步该怎么决定 该名球员目前正在奥克拉和马的官方医疗机构接受观察 而我们目前正紧密跟政府单位以及NBA合作 会在适当的时间再跟大家更新讯息